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我們處機入世的時候 上個禮拜我們請了一架,因為農曆假期 今天播出就是農曆年初八,在這裡祝大家新年進步 未到十五都是拜年事 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我們國家內地和中國 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之間的一個問題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融合到呢? 柱經兄有所體會,我自己個人看的時候 也有些想法和朋友聊過 柱經兄你好,新年進步,恭喜發財 大家好,恭喜發財,很開心又回來空氣中和大家見面 停了一個禮拜,因為過年又走來走去 這段時間,其實是開關之後 我已經不斷地來,有時是即日,有時是隔日 我起碼都有三四次來回的了,走來走去 走去,走去,很開心的 這樣一通關之後,雖然現在還有個核酸 覺得都很麻煩,因為是意義,真老實講 意義不大,真是比較形式化 我很希望這個過渡的手段 或者這個政策,希望盡快去取消 大家都過關過得,順利一些 如果是真的在防疫上有幫助 我覺得是要做 但是如果大家想一下 你現在陽性已經不需要隔離 香港和內地都是一樣的 其實就算是陽性 都不需要你再隔離 方艙、醫院 在居隔,也沒有任何的跟蹤 就是說,容許陽性的傳播鏈 在社區裡面活動 而在我們的醫療和病毒的毒性 已經在控制的範圍內 我覺得這個可以 我覺得可期,很快會取消 不用這麼頻繁去做核酸 去計算時間 那一點點不方便 但是在這個時間 我不斷地來回 我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一開關 包括我們身邊的朋友 或者親戚 有家在內地 或者家人在內地 因為他們那種心情 那種期盼 那種千絲連掛 就是很開心的那種 就是差不多一回到家 抱著家人 兩年沒見了 我覺得這個 就比較感受到一樣 其實我們內地和香港人 那種根本不可寫割的一種親情 血龍於水 其實真的是一家人 但是同時間呢 也都看到很多 我現在還不曾做到一個 綠港融合到說 可以真是 香港人 真是從心裡裡接受 移民 新移民也好 或者是 第一批移民也好 那這個 到現在 我們也都是 經常在內地生活的人 可能就見得多些 對內地那個發展 和一些的 他們的 誤規 他們的認識 香港人的認識 我們看到很多 其實是誤解 還有一個 被人誤導 甚至乎是 有些人是故意 將這個 內地和香港 是故意讓他們 第一 產生矛盾 第二 不讓你們這麼融合 而最大利益 肯定不是香港人 也都不是內地 肯定是一些外部勢力 他們為了打壓中國的發展 將香港這個金融中心地位 去削弱 還有 盡量刁難一下你 但是這些小手段 在我們國家面前 是不足的 我們相信國家一定有辦法 但是 也都會 令到我們有一些 暴行 是幾麻煩的事 是會令到 國家的發展 多少 是會有一些 少少的 阻滯 但是最重要 最重要 能不能夠 將這個 observe 了這個 外國勢力 這個心態 或者它的意圖 將離間 這個 香港和內地 真是看我們 無論你是 土生土長香港人 一個是新移民 一個是最新的移民 一個是國客 都應該有一個正確認識 我們中國香港 血龍於水 我們應該將那個 那個心態 白分 我們是有國家的 我們是國家 其中一個特別行政區 首先 它一國的概念 搞清楚 如果還有一些 香港人 是抱著這些心態 排斥或者是 不接受 其實對這個 對我們自己本身 香港人都不是好的 看到很多 去了英國 或者去了 台灣 那些 所謂的香港人 追求他的美夢 追求他的夢想國 現在是落到什麼 的田地 而那些外國政府 最初的 認不認物 欺騙你過去 你認了之後 現在就嫌棄你了 真是 不當你 不當你 二等公民都不是 完全是一個棋子籌碼 當你猴子那樣玩 也都沒有好臉色給你看 甚至乎 現在在美國 已經被特朗普 那時候用了這麼 很下三濫的謊言 令到一個 壽視華人的情緒 可以說是幾普遍的 存在在美國社會裡面的 其實美國人 老百姓其實很多都是很 單純 他們對他的世界觀 其實是 所以 拿不過來香港人 他們很多時候有些 尤其是中部南部那些 就是地道的美國人 白人 或者黑人 他們根本的世界觀 是很小的 他連香港在哪裡都不知道 你問他台灣在哪裡 他都不知道的 他對亞洲的概念 地理概念 對原政治 很多的美國人根本氣不通 但是 因為美國的政府 一直在做一樣 那些人 去煽動 壽視華裔 華人 已經 大家看到很成功了 經常看到一些新聞 是很恐怖的 一個 華裔的人 或者是 亞裔的人 他不知道你是 日本人 韓國人 還是越南人 他都把你是 香港人 無緣無故 在街上被人打 在電視上被人打 那已經出現了很多事情 我們香港人 想要 真的為自己也好 為自己也好 為自己也好 我們一定要認同一個中國 我們一個強大的中國 無論你對這個國家 有些什麼問題 你覺得做得不好 不要將它無限放大 不要將這個國家 當是你的仇人 這個國家 是我們唯一的登路 如果連我們中國 都真的被人成功了 被外部厲害 打趴了 的 四分五裂的 我們香港人 你以為你油 你去哪裡呢 你在香港 你的食水 你的電力 你的蔬菜 你的油鹽 你很多政策 都是內地 可以這樣說 一直扶持著香港 是供給給香港 香港是沒有可能 獨立 沒有可能說自己 一個獨立成國 為什麼那個時候 英國人 有些人說 英國的時候 收回香港 其實是可以不收的 因為你割讓了 香港島給我 其實很簡單 就算 你英國 就算你的軍力強制到 令到當時鄧小平 都要跪下 好了 那香港島 你是割讓給你 我收回狗爐 那你香港的孤島 我想問你英國人 你留下來幹什麼呢 所以千萬不要當他們 我們強行收回各樣的這個說法 是很無知的 這件事情是政治的事情 是盤算 是計算 它根本沒有可能 我只是要霸佔香港島 你香港島 連水都沒有 吃水都沒有 電都不夠 我給你做什麼呢 是吧 可以看到這個 春節期間 或者春節前後 都是這樣 不斷朗圍兩地 看到我們很多的香港人 回到內地 其實我們的根 始終是內地的 我們最近又在 看一些舊電影 看一套電影 叫做鐵密密 是黎明和 張曼玉 張曼玉做的 也是在講 八零代初期的移民潮 那我就有些感悟 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講到香港人 我經常都說自己土生土長 但是我爸爸也是在 1930多年的時候 大概四幾年 是解放前陸在香港的 那他是不是第一代的移民呢 那就差不多了 在我們這個60年代出生的人來說 就可以說是 已經當自己土生土長 但是真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就應該講新界的地區人士 新界那些 客家人也好啊 學老啊 彈家人 其實那些呢 才是香港的土生土長 但是如果說到 追溯到歷史呢 那也是內地移民下去香港 因為香港如果說的是 很長遠來說 其實是一個不無之地 因為那些年 就是越北開始 已經是南民之地來的 在講到歷史來講 講的是 兩千年以前 真是 這個是一個萬方來的 那有沒有一些土住在那裡 可能會有 但是也沒有很多 但是 其實真是我們香港人 在環境血統 我們現在流的血統 都是由內地 我們的祖父 曾祖父 的曾祖父 的曾祖父 都是從內地 下來的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 先到步的人 會去一些歧視 後來的人呢 那我想看 我今天想嘗試探討一下 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心態 那我看到那個 《甜蜜蜜》一套電影呢 如果上一些歲數的人呢 都可能會看過的 那電影的背景呢 就是講一個 應該幾兩天 或者就像《甜蜜》一般 那幾年 在《甜蜜》一套電影 和《甜蜜》一套電影 一套電影 我們在《甜蜜》一套電影 就是從《甜蜜》一套電影 這個大家不容偽然的確是事實 我們承認有這樣的事情 當時的確做得不好 包括我自己六零年代出身的人 我們從小到大都會在香港 會覺得內地非常落後 內地下來的人 內地下來的人 沒有質素 沒有文化 我在我年輕的時候 和大部分香港人都會這樣想 但是後來我們成長了之後 特別是近十幾年 才反思到當時我們自己 是比較幼稚的看法 也可以這麼說這個是現實來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香港的經濟起飛 在70年代其實已經開始經濟起飛 但是經濟起飛 所以你想想我們這些叫做移民的 當時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 我們是不是真的這麼有文化 我們是不是真的這麼文明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質素呢 在我的印象中呢 不是 香港的上流社會 在說我們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其實都是一個狹窄的 特別是上海人 他們設廠 資本家 還有一些固有的香港的 比如河東家族 那些大家族 是佔據著香港的經濟命脈的 那些人是住在半山區的 我們來到是住哪裡 我都說是住在半山區 那就是半山木屋區 當時走難來香港 包括打仗 日本侵華 和中國是新宗國成立的時候 也都有大部分的由內地 特別是廣東省的 就來了香港 那時候來香港就是自由出入的 他們是很自由遷徵 後來才出現一些政策 最早就是說 第一個政策就是有邊境 不可以再隨便下來 但是呢 那時候還有一個底類政策 你游泳也好 你爬山也好 你來到市區就可以去拿身份證 那個叫底類政策 那時候就有很多這些 下跌下來的 變了現在的香港人 那時候呢 我們想回我們這些比較 走難來啊 不是資本家的移民呢 我們在做什麼呢 當時住木屋 生活很困苦 去做小販 做姑娘 去工廠車衣 做膠花 做玩具 做手錶 都在賺很微薄的薪金 還何談起我們的 質素文明呢 和現在我們香港人 帶著一杯紅酒 我們很紳士 我們看不起別人 其實當時我們 在英國人眼中 更不如 比現在更不如 他們不是一個歧視 他們根本不需要歧視你 他們不當你們是 他們同一個族類 他們覺得是奴隸 你們只是一個生產力 資本家眼中的勞動力 而我們當時都這樣捱過來 好了到後來我們 一年代 因為香港的工業 都輕工業做得不錯 手錶啊玩具啊那些 制衣業啊 都是做得很好 那麽就 有人發了一筆 發了一筆 經濟又好了 旅遊又好啊 很多日本人有錢 經常來香港 80年代 很多日本來香港 覺得香港很便宜啊 那麽也有很多美國人 歐洲人來香港度假玩啊 甚至中東啊 都當香港一個 旅遊勝地 公物勝地 那麽就帶動了香港經濟 是真是 北京是香港有個黃金 三十年了可以這樣說 那麽就從70年代開始 那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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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我們叫移民 又好 好像剛剛 我講的電影裏面 張曼玉和張麗明 他們第一天到香港 真是去住 深水埔啊那些 堂樓啊一個 就是吃飯去廁所都在一起 等於現在的劏房那麽 但是他們那麽那麽那麽 心態 他是來香港追求一個生活 而是能夠吃苦 吃苦耐勞 是煉成了一種這樣的心態 特別是廣東人是很懂得做生意的 天生是一個很靈活的很機靈 在電影裡看到 黎明最後做了一個廚房學徒 做廚房師傅 而張萬玉他什麼都做 什麼錢都敢賺 去賣一些鄧麗君錄影帶 錄音帶 去排隊炒房子 炒股票 什麼都敢試 敢闖 敢去試 可以說這個電影故事裡面 都刻畫了一些不算我們爸爸那一代 而是講一個新移民 第一代移民 是講70年代尾到80年代開始的第一代移民 是怎麼在香港打拼生根去發展 也看到當時的香港人 完全沒有這個 就是說我們香港人高高在上 你們內地來就看不起你 但是這個時間到了80年代尾 年代中到年代尾 出了一套電視劇 應該那個電視劇大家都看過 就叫網中人 有一個去內地人給了一個名字叫阿燦 就是由廉衛鴻飾演那個角色 叫阿燦 他做了一個舉動 或者他的生活習慣 都令到當時的香港人都覺得很看不過眼 但是一件事 我們承認當時那個年代的背景 由內地 特別是偏遠的城市 來到香港是很不適應的 他們的舉止 他們的行為 是令到當時在香港的已經 立入經濟發展 起飛的香港人 會覺得很不習慣 所以叫阿燦是一個貶義來的 就是有些笑的土包 叫阿燦 其實我們那時候 我感覺很幼稚 笑人 我們不記得我們 祖父那輩子 在內地來香港 是怎麼被英國人 當你華人與狗不得進入那種心態呢? 是不是我們現在就好了就不記得了呢? 那當時這麼多年 一直是原載 已經可以說是第一波的 叫做六港的矛盾 就已經存在在香港社會裏面 那一路呢 就漸漸到八零年代尾 經過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深圳的改革開放 開始內地人已經是 有一定的經濟能力 那時候叫萬元湖了 就是說廣州出現的萬元湖 一個月賺了一萬元 就好餓不起的了 而他們的經濟能力 也都是隨著內地的廉價勞動力 是創造了很多財富出來的 在製造業裡面 同時也是犧牲了很多環保啊 勞工權益啊 社會福利啊 而累積了第一代的鄧小平華齋 叫做讓部分人富起來 這樣的年代 那些剛剛富起來的人 突然有這樣的能力 國家又開始開放給他們 給他們去香港旅遊啊 探親啊 甚至乎移民啊 這樣就見識到香港 他們很喜歡香港 覺得是個天堂 但是他們眼中的天堂 只不過是看到環環面 而我們真正的生活在香港的人 那年代的人 我們也會同時看到香港的陰暗的一面 貪污啦 腐敗的情況啦 不公平對待啦 華人就和洋人就是沒有得比的 包括在政府公佈員隊伍裡面 洋人就在英國祖嘉尼 永遠高利一等的 同工不同酬的 我們都看到這些情況 好了 去到我們香港的移民 第一代移民 他們已經說的廣東話 和我們香港人說是完全沒有分別 那其實廣東話呢 我們的港府話就是 廣州是最正宗的 但是在香港之後呢 我們第一 多了一些英文的詞彙 喜歡夾了一些英文下去 這個是一個習慣來的 不是崇洋也都不是什麼 我個人來講 我不會覺得這樣夾兩個英文 是不是很崇洋 如果是這樣的話是很狹窄的 去看東西 包括江澤民同志 他見外國記者 他都這麼說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他都夾了一些英文下去 所以不需要把這個大有食眼鏡 去看這件事 我們香港人 保持香港人那個 也都是一國兩制 希望我們做得到的事情 是我們需要做的 我們保持我們的資本主義 這件事大家不需要去拿來做文章 我覺得 我來講 Fortune 他對 Photo 我去就 Beau 我找不住 他一點 我去拿去唇罪 他是去 sung 那種 好 好 不住 但我們的亞人 Karret 那種被人取笑的對象 反映到當時的社會的狀況 所以在那時是很弱的 很差的情況 也想起為什麽大家都是血濃於水 煮炎斗肌 為什麽要這樣對我們的同胞呢 時間 事過境遷 經過了幾十年到現在 那到底我們現在是否真的可以做到 已經融合了呢 這件事就想聽聽 你看看現在你對香港 我們六港融合 是不是大家互相能接受 是不是真的我們新移民內地人 在香港已經變成互相在社會上不分離我呢 請聽聽大衛Sir 你看看你的說法 當然不是不分離我 我這個問題其實我研究了很久 也看了很久 我之前就跟一些香港朋友 他們是愛國人士的 正常的人其實對我們中國的理解是非常之少 對於香港呢 他們站在香港的角度去看回我們中國內地 其實是很大差別的 那差別在哪裏呢 就是在西方媒體 這個西方媒體其實影響很大 這是第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個因素呢 就是窮親戚 在中國內地 窮親戚就是在香港 基本上的情況是這樣的 還有呢 我們一直覺得自己是喝過洋水 接受英國人的殖民管治 所以的時候就覺得自己是自高自大 這方面呢 差距是非常之大 那你說到阿撐 當年其實我也是很小 在網中人時期 那還有就是甜蜜蜜的那個 那套戲其實非常精彩的 就是想起曾志偉的米奇老鼠 那一樣呢 非常特別 那張曼玉和黎明其實演的那套戲 真的演得非常之好 可以盜盡小人物的心聲 那來到香港的時候 都是爛爛啦 就是任何事情 我有機會我就做了 所以 我們看到 我們的中國人 不管是香港人 或者是中國內地的朋友 都好 其實都是 很努力地為生活 而去付出和拼搏的 那80年代 當然啦 香港人都非常拼搏 那我有朋友跟我說過 其實他一個月裡面 基本上有十幾二十天 就去中國城的 大富豪 那樣的80年代 那時候是非常之好勁的 相信柱基興都非常之了解當年的情況 對吧 富城 你越說越多 我只是說兩句大家最清楚 你不要露底 柱基興 不好意思 那時候 那時候的榮華富貴 令到很多內地的朋友 打開眼界 也同樣地 形成很多貪腐情況發生 當年是必然的現象 因為一切法規都未完善 都是憑著人質和權力過大 就未真正調整好 但是都是經過那段時間 我們才累積了不少財富 但是同樣地 都有不少財富 就漏了出去 亦都可以見到很多裸冠 那當初 香港人站在一個法治相對成熟的地方 去看回中國內地 是比較有些 滅視或者鄙視的眼光 這點是很明顯的了 還有 他們會覺得 你內地都要靠我香港賺錢 我香港 幫你把貨 在內地運回來 或者在外面的貨 運回內地 其實 裏面很多私幫的生意 包括不經過正途進去 我們也聽過很多朋友說過 這一方面 其實大家當年 真的在內地的改革開放 賺到很多錢 那你說 這個情況 我昨天晚上和我的朋友 在1月26日 和我的中學同學吃飯 有一個同學都說 他當年在中山道開廠 然後 因為會對的問題 那就輸了 是厲害的 大輸 所以自此之後 對內地完全沒有好感 這是一個明白的 因為這是受損的 有些朋友 就在內地 可以捱過這幾年的時間 由本來是普通人 跟著現在累積了 數以億計的錢財 都大了人在 或者是因為改革開放 令到他擁有土地 擁有物業 以及擁有非常不錯的生活 其實兩地之間的融合 其實到現在 做不到 因為要保留香港的特色 內地要保留內地的特色 但是你說 綠港融合 是不是真的 可以達成呢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 這個過程裏面 我認為是多方面 如果內地的同胞 可以隨時過來香港住 香港也可以隨時回去內地住 這個流通就會很簡單 以及很舒服 很正常 但是無內地 我們回內地住 沒什麼問題 但是內地同胞 要申請過來香港玩 他是要經過申請 就不同我們 我們回去裡面 我們很自然地拿到 我們的居住證 拿到我們的社保醫保卡 你只要去申請就有了 香港不是的 香港對外是一個窗口來的 國家始終是要限制 我們中國內地的同胞 去外面其他國家定居 因為這方面我們真的要很小心 世界上高 如果我們的改革開放 是連人口都是自由出入 很大的問題 真的很大的問題 所以 唯一可以達成六港融合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香港的朋友 可以多點回內地生活 工作 做事 以及很深切的了解 內地的所有政治的制度 法律的制度 甚至是金融 財經 各方面各方面的 一些方便 我們香港同胞的生活 或者做生意 甚至是投資 這方面 我覺得是比較需要去做的 最重要的是 我在過去一年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找到盲公粥 這位盲公粥 可以跟你說 你要申請什麼 怎樣做法 有什麼生活上高的需要 你要了解 法規上高 你有什麼要留意 不要上去 我覺得好像 現在反過來 以前 就說 撐那些 大鄉里出城 以前都有的 包括老夫子 那個年代 都有這樣的說法 現在 我們香港人 就回到內地 好像大鄉里出城 港產 港產 真的沒有辦法 那位內地的朋友 跟我說 中學同學有些在內地做生意 跑來跑去的 他說他試過兩個月 都沒有試過用過 一元現金 我就跟他說 我整年都沒有用過一元現金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一年用一次 封利是 封利是 也不會 你給我微信 利是給你 你立刻開 立刻搞定 立刻有錢 我現在很先進 如果有人問我 拿利是 我記得兩年多之前 有內地朋友 說我給不到 他說 你不要微信之苦 我說沒有 我不懂得開通 兩年之後 現金也免得 利是給你 沒問題 就是這樣 所以 我覺得 香港人要跨出極大的一步 極大的一步 但是令到我開心的 就是 在過去的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裏面 我們見到很多香港的年輕人 回內地工作 尤其是政府部門的工作 那這個 就可以令到 那個 六港融合 是更快地 可以真是磨合到 我帶我自己的小朋友 我自己的兒子 上去讀書 其實都是在做六港融合的 是不是 這個是一定的 上次的節目都是一樣的 雖然他在內地 移居出來香港 現在又回到內地讀書 其實這是中港融合 大家把文化 不同的交流 了解一下 也很歡迎 我們內地的同胞 來到香港生活 去了解一下香港的生活 是怎樣 不過相信你在香港生活完之後 你也會覺得 不如回內地生活好些 那個感覺 我自己作為一個 在兩岸三地都居住過的 大家不要忘記 我真的居住過台灣 居住了七年 七年 OK 香港 我從小到大 在香港出生 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一定有的 在內地 我居住了差不多一年半時間 真的長期居住 我是夠八卦 我認識很多東西 三地的生活 以前台灣都算不錯 但是的時候 空氣真的差 地又爛 環境又爛 基礎建設又不好 現在回到內地的時候 我覺得兩岸三地裏 其實令到我生活得最棒的就是 我們中國內地 就是中山道很舒服 我想去任何一個大城市 譬如我們 我上次跟阿鳳sir 他去了蘇航那邊去考察 去看看那邊的建設 還有看看養老院的服務 我們都覺得 咦 好先進 好舒服 好有文化 那種感覺 那處境更加在內地 和澳門生活了很久 其實這個融合很簡單 你真真正正 深切地 在內地居住 或者是 你的公司的業務 可以在內地和香港兩邊走 而你真正去體驗一下當地的生活 有不少香港人上去 都變成當地人 據我所知 有一位老師 就上去四川那裡 結果呢 就變成道道地道的四川人 這個就是很正的一個情況 每個人都會選擇自己適合的生活地方去生活 這個是必然的 但是你要真正融合的時候 你要了解 我們國家的民族 是有數之多 好像47 57還是57個民族 56 56還是50 56 56 我測試一下數字 那麼多民族 其實對於每一個民族來說 交流和互相了解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來的 現在是56個民族 沒錯 多謝處境提醒 一個多民族國家 有人氣稱 香港也是一個民族 你可以這樣說 澳門也可以算是一個民族 因為特區 香港和澳門人 台灣也可以算是一個民族 在不同的族群裏面 其實大家真的 互相融合在一起 互相尊重 就可以了 你在當地居住 就要了解當地的文化 這方面是很重要的 如果 我們還是站在一個 我是不同 我是高高在上的 很難的 很難可以溝通到 很難可以進行融合的 這一方面是我自己觀察的難度 現在 我們都看到 那一次我節目裏面 我講的 其實現在 黃藍的情況 好像 就比2019年 改善了不少 中間的那種 仇恨 真恨感 是真的沒有什麼 大家都可以聊聊天 當然 有很多朋友都說 我們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大概有 四十幾個巴仙的朋友 覺得情況是好 有四十幾個巴仙 少了兩個巴仙 到四十二、四十三 百分之一的朋友 就覺得 咦 情況沒怎麼變 但變差的就極少 其實是越來越好的 我自己覺得 還有 大家彼此之間 始終都要生活的 我身邊都有很多 黃色 甚至是 支持黑色的朋友 那些都不少 但你看到現在 沒事了 說什麼 有什麼好說 現在 包括杜文澤 都說 不要分黃藍 做生意 生意人 這是一定的 賺錢 賺錢 但我也是討厭他 你吹嗎 說完了 就是這樣 好 再給你主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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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開始 有好轉的跡象 但是 林恆森說 我覺得 這個 綠港融合工程 只不過 開始 鋪了個地 重要的建設 還是 路中很遠 還有很多 隱藏的隱憂 雖然 我們說 多些 香港的 小朋友 年輕人 多點上大陸 看看發展 可能是一定有幫助 極大的幫助 但是 我覺得 其實還是藏在我們 很多年輕人 現在香港的年輕人裏面 對內地人的排斥 是有的 特別是在學校裏面 內地人 是很孤立 當然也有些例子 可以找到朋友 但是其實 基本上 在一個 比較普遍來說 香港的教育系 在裏面 都是有 相當 大的部分 存在這些 心底裏面 排斥的 特別 我們也看過 多些 資料 還有 知道很多東西 是 內地學生 在2014年的時候 是被 戴耀廷 之流 那些 存在 即是 埋藏在 教育界裏面 是在屠獨 內地學生的 你如果是肯 跟他們出去遊行 跟他們出去搞事 他們接受你 但是如果你是還存在有民族良知的 你有中國心愛國的 那些他們會玩你 他們會搞你 是挺慘的 我們應該還記得 在2019年的時候 有些內地學生 是要 真是 要 被人救出來 漏夜坐船 回到內地 是很旁 而是 真是被那些 黑暴去攻擊的 當時 我是一個人在香港 跟那個內地朋友 那我就很搞笑 我跟那個內地朋友 是 金鐘 我跟他走去灣仔 金鐘 那路過 就整地都是那些黑暴 那我很大聲地跟前婆婆說 你不要說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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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嚇到他 臉都青了 然後旁邊那些 那些年輕人 那些牛的眼睛就看著我 哇 那時候我立刻跟他講笑而已 講笑而已 說來啊 我們是穿過他那些陣地 我叫我常常 不要說普通話 搞到我好朋友 嚇到死了死了 那是幾 就是看得出他們 對講普通話的內地人 那種存在那種仇恨 就在2014年 就真的挺嚴重的 那到現在 會不會有改善呢 因為我們也脫離了 這個香港的一段時間 都不是經常去香港 那我是拿不準 也都是拿不到 到底現在要做多少 那時候我說 寄予香港人 你想一下我們爺爺那一代 他也都是曾經備受歧視 備受人家排斥 而我們憑著我們的聘徑 追求美好生活 我們付出我們的奴隱 汗水 在香港生日根 香港我們家 我都叫自己土生土長香港人 因為香港出生 是 我們應該想一下 是 現在 爲什麽我們要 對新來的人 我們不去幫他 而又要去踩他們呢 要受惠他呢 那當中 大衛先生說了 就是傳媒 做了很多放大內地負面消息啊 作假新聞啊 他刻意地製造一些矛盾的 我們不得不小心 那除了傳媒 當然傳媒現在 最毒的那隻蘋果已經借了 但是還會不會存在一些 日月神報啊 那些 陰陽怪氣啊 還有的 還會有一些 是一些 暗地裡透出來的 那還有一些 著角草去台灣啊 那些呢 還有那些 佛倫大公那些呢 就是不斷地扔錢出來 做那些天方夜談的 假新聞呢 在網絡上面也是存在著的 那也可以叫 勸一下香港人呢 多聽 多查 是吧 查證一下 還有自己有自己的 動息 這個 細情的 能力 加強一下自己的洞察力 就是這樣 也希望我們 聽多些大衛先生的節目 我們會不會多些角度去想 多些角度去看東西 我剛剛想說 多些聽處境談的節目 就會知道很多 哈哈哈哈 冷眼啊 嘗嘗了 不是我 很透徹的 有時候 我們看東西 是看到事實的真相之後 其實 這個不是說 佛家的借用來講 是不是 我們也講過一集 是講心經 其實都是一個人生裡面 或者我們 能夠做一個更加 透 動息世情的人 真的不要被假象騙到你 真的有很多事情 我們聽到的東西 看到的東西 是未必是真的 我一定要鍛鍊到自己有個 波野的思維 就是有個妙智慧 不是說智慧這麼簡單 聰明智慧 你的智商高度137 都不是叫波野 波野 真是你的心態 能夠看透了 其實是一個邏輯學 都是 你的邏輯思維 怎樣去 將那些謊 是說 將他們可以 很輕易地看出你的背後 講他們的意圖 他的 到底是只不過是個人的偏見 還是他有心去引導你 去看錯這件事呢 你當然是自己 開了笑之後 就好而看出的 每一個東西都有 有他的意圖 到底 講這件事給你聽 你接受的訊息 到底有多少東西是真 多少東西是假 甚至是真的東西 你都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那你才去 動色細情 那不要避免了自己 是 好像香港過去的 那10年這樣 從2014年開始 2014年之前已經是被部署了很多東西 而是我們香港人不具備 包括當時的政府 都不具備這個動色細情 所以 給這些人 包括那個 全部進去坐的那些35家 當時的香港精英 我們都很盲目地相信 認為他是代表香港 他是代表香港人的利益 為了我們香港人 追求所謂的民主自由 講得很漂亮 那現在回頭看 他們為什麼呢 都是吃飯而已 都是吃飯而已 那我們應該 今天這集節目 只不過有少少的感悟 也都在新的一年 就想 希望 祝願我們香港人 做些開脅 多些不同角度去思考 和能夠任何一件事情都虛心接受它 我也是一個例子 我在國內三十幾年 也曾經墮入了這個排斥 看不起內地 覺得自己高高在上 高人一等 有些人 也曾經做到的 也曾經做到他們的 那些人 那個人 他們都是這樣做的 都是這樣做的 他們都會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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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倡互聯網經濟 發了答 當時八大提出互聯網經濟的時候 我們都想著 又是一個講的 假大風 那誰想到騰訊會去到最高五百幾六百元呢? 如果當時真是信這個國家的 發了答 賺到錢 但當時我也不信的 當時我都是用著過去的80年代 90年代的眼光去看內地 後來經過在內地自己設身處地 看著這個國家的變化 看著我們祖國的那個日益強大 法治的完善 公務員的質素提高 雖然現在我們不可以說已經達到了一個理想 還有很多問題要改善 但是我們一直在改善著 而我們的國力 我們世界的話語權 包括現在第三世界 我們已經是領袖來的 在對抗一個叫做殖民主義者的那些所謂的發達國家 對我們的剝傷 我們已經做了大頭大哥 我們在帶領著這個世界去對抗那個霸權 其實你要做霸權不要緊 但是你不要侵害我們的利益 你不可以壓制我們的發展 中國從來沒有想著要跟你去爭霸權 只不過我們的人民還有很多未吃飽的 或者是吃得飽 但不是吃得好 我們還希望改善我們的生活 改善完我們的生活之餘 還有其他共同有不結盟的理想的第三世界國家 我們在講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希望全世界我好 你好 我發達 我都希望你能夠賺到吃 你能夠賺到吃之後你能夠賺到錢 你買我的東西 我就更加好 那這個世界人類的命運 都是在地球裏面 我們的資源都是共享的 我們希望大家理好好 而不是說現在的霸權主義 大美麗的霸權主義 是它已經把你們 已經剝削了全世界人類 三十幾萬億美金 為什麼呢? 它現在負債三十幾萬億 這些是哪裡來的? 全世界我們的勞動力製造出來的財富 它現在先爭著 它沒有打算還 利息也未必能給得起 這是我的世界觀 大衛sir 今天講到這裏 看看你有什麼給我們一些建議 下一集講美國 講西方強國 真的很棒 多謝儲基兄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感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經常見面 然後我就大陸 香港兩邊走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恭喜發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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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